欢迎回来 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周四表示 希望有机会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 不过特朗普很快做出回应 直接排除了这种可能性 他表示不想在中国正在帮助处理朝鲜问题的时候 给中方制造麻烦 中国外交部也表示 中方注意到了美方的有关反应 我想台湾方面也应该注意到了美方的这个反应 我们一贯反对同中国建交的国家 同台湾方面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的往来 我想这立场是非常明确 也非常非常坚定 蔡英文周四接受路透社专访时称 期待在重要时刻与关键事务上 能有机会与美国政府有更加直接的沟通 不排除与特朗普本人再度通电话的机会 蔡英文还表示 如果通话他想告诉特朗普的事 台湾是一个好朋友 是友善的 台方会持续的寻找双方互利互惠的这些可能性 在经济贸易军事防卫上 都愿意跟美国坐下来好好的谈 也希望能够增加双方在沟通与互动上的频率跟长级 特朗普随后就对路透社表示 他并不想 从而直接拒绝了蔡英文的提议 特朗普称 不希望在中国协助处理朝鲜问题之际 给习近平添麻烦 美国国务院东亚 而如同美国过去所说的 在有关两岸的议题上 美国长期以来的政策没有改变 美国仍信守 一中政策 特朗普在当选后 曾于去年12月与蔡英文通话 并在随后质疑和挑战 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 引发中美关系紧张 特朗普上任后 在2月份与习近平通话后 表态尊重一中政策 中美关系重回正轨 本月初的海湖庄园 希特会也由此实现 希特会之后 中美合作更加紧密 两国元首又分别在12号 和24号两次通话 显示特朗普已充分认识到 中美关系的重要性 周五的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 就有记者问 特朗普在竞选时批评中国 当选后 与蔡英文通过电话 到现在强调 中美两国关系重要 合作密集 中方如何看待这种转变 中美关系的重要性 不光是对中美两国之间而言 对世界而言 都是一对重要的双边关系 我想中方的态度很明确 就是我们始终愿意在 相互尊重 合作共同的基础上 同美方发展 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 我想这一个态度 是自始至终没有改变的 而在执政满百日前夕 特朗普也将他与习近平 建立良好个人关系 作为其百日政绩之一 此外 中美本月早些时候 提出共同推进 经济合作百日计划 是两国试图管控分歧 避免贸易战的创举 美国也未将中国 列为汇率操纵国 这一系列互动 不仅为中美关系稳定发展 奠定基础 也为特朗普年内访华 创造良好氛围 更使蔡英文 妄图拉美抗中成为炮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